实验室和我选一个 什么 选 爷爷 我 给我答案 你 我选你 许氏李翘的回答取悦了商语 他什么都没说 将他从床上抱了起来 啊 干嘛 回家养病 李翘扫了一眼挂在门板上 摇摇欲知的密码锁 谁踹坏的 给我修好 好的 李小姐 他后悔了 早知道刚才就应该让刘云去踹门 随着他们驱进前方的实验楼 李小刚想说话 男人已经偏头对身后的刘云吩咐 去拿手机 是 光拿手机不够 我还有不少东西都在实验室 你让刘云一起收拾了吧 给你请了三天假 总要养好了病 再让你回来继续拼命 你怎么不早说 身体没恢复之前 别想回来 当晚 李小毫无意外地 被商语带回了南洋公馆 让医生过来 爷爷 南洋五巨头的那部会 你以前参加过吗 商语还没应声 公馆的私人医生 已经拎着药箱 颠颠走进了客厅 燕燕 哦 给她检查 没一会儿 燕燕 这位小姐应该是长时间熬夜 睡眠不足导致气血两亏 问题倒是不大 我建议食补气血 在休养半个月左右 应该能康复 李小无奈 康复 休养半个月 她就是缺觉而已 你怎么不说休养半年 当然不管家庭医生怎么说 李翘还是在三天后的周五傍晚 回了李家 因为明天要和父亲 出席五巨头的内部聚会 所以 闺女啊 多参加一些五巨头的应酬 对你有利无害 嗯 爸说的有道理 对吧 咱们李家的小千金被藏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让大家见识见识了 闺女 你别嫌爸啰嗦 这次带你去参加聚会 我也是想给你开拓一些人脉 南洋这地界 人脉广 做事顺 不管以后能不能用得到 有备无患 总是好的 爸 你为什么觉得 我需要拓展人脉 你觉得爸多此一举 那倒没有 就是有点好奇 好奇